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指标题就是一位弟子的随事新生 就是随事在师父的身旁 然后所见所闻所感 然后把它写下来 那今天特别选的这一篇叫做有禅味 其实就像今天的我们的这一集 名称叫做师父的禅法 师父就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 真的是各位看 就说好像在仰望一座大山 好像仰望感觉 心云大师 一代大师多么了不起 这样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亲近在师父身边 常常都觉得师父很像 就我们讲说那种自止之心 就赤止之心这样子 他笑起来就很像 这是很无邪的那种 就天真无邪的那种小朋友这样子的 他非常的风趣 活泼 他的禅法很活泼 很自然 就是不是只有地质 信徒 非常想亲近 其实就是这些小动物 小朋友 看到师父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磁场 但我想还是来自于师父的那一种 那种 这种浑然天成的 这种赤子之心 所以这一篇 尤其各位我这样念 他文章有一点点长 但是后面的结语 其实就是为什么 今天选的满润法 是提供的 在法水寺的这个寺院的一角 然后配合着这一轮明月 好 各位先来听听看 感受一下师父的禅风禅法 有禅味 一笔字的善美因缘 是公益信托 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的活水源头 更让偏乡孩童得以受教育 伤好精神得以落实于校园 那一天午后 师父上人刚写完一笔字 我走进法堂 只见一张张墨宝铺满地 师父坐于长条桌旁 双手托天 打了个大喝浅 活络活络被绑 随后对着围绕在一旁观看的图众说 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 突然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 对身旁的侍者说 对了 给他们每个人一颗苹果 大的那一种 图众意外收到一份大礼 知识欢喜不已 各个捧着一颗大苹果 对师父表示感谢 其中有一位师兄说 师父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有什么好的 都会想到我们 身为师父的弟子 真是太幸福了 当初师公派人 送半碗咸菜给师父 师父就发如此大愿 为佛教肝脑涂地 现在我们说到这么多 该怎么回报师父呢 当时我心想 哎呀 这位师兄怎么根气那么利啊 一颗苹果 就有如此诸多深刻的感受 真的做到佛光四聚记的 惭愧感恩大愿心啊 我怎么只觉得 苹果好大好香啊 来自法堂的就是不一样 真是自叹不如 惭愧惭愧 想到这里 突然听到师父音调 略为上扬的回话 哎呦 没办法呀 平常不给你们一点好处 分一些苹果饼干给你们 要叫你们做事啊 叫不动啊 众人一天都笑了 我也扑斥一声 师父接着说 不过啊 你们不要看它是一颗 平常的苹果 重点是 它从法堂来的 这个意义不一样 其实弟子都明白 这苹果代表着师父 把徒弟都放在心上的爱护之情 在佛门丛林 人种这么多 能获得一颗师父给的苹果 着实珍贵 且意义非凡 接着几位师兄开启了 赞叹师父上人莫保的话题 师父 您的字好有气势 师父 您写的字 苍净有力 师父 您写的句子 都很有意义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表达各自的感受 我手上拿着师父上人给的苹果 觉得也该表达几句 于是硬是挤了一句 师父 你好精进啊 能每天持续写一笔字 师父说 这你就不懂了 只有我在写一笔字的时候 我的徒弟才不会吵我啊 雨碧又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接着师父又说 讲到这个字啊 我说 你们可能也掺不透 我在写以前啊 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写完一个字 其实都看不到的 虽然师父说我们掺不透啊 但是我想 这大概就是肉眼有局限 而心眼无极限的写照吧 师父上人在心云法语中 如是辟喻 禅如天上圆月 光明却不露锋芒 柔和却不矫情 他骗照山河 没有偏诗 他展现圆满 没有隐藏 师父的禅法 非仅能言善道 而更是幽默 机智 风趣 在生活中 怀抱一颗赤子之心 永远制造欢乐 感动人心 使闻者如暮春风 嗅到悟道契机的瞬间 好 分享完毕 是不是很有趣 各位在想 一代大师会这样跟徒弟 好像说笑一样的 逗大家好开心 很欢笑 实际上师父真的是很幽默 各位就是 这是想象不到 如果没有亲自 亲近师父的话 总是把师父形容是一代伟人 贡献巨大 有的人讲形容是巨人一样的 种种这些 但我想从会议品法师的 这个笔触之间 其实所描述下来的 我们的师父真的是很风趣的 那有的时候 我今天特别在这里 除了是说 因为有这张好照片 又能够衬托这篇好文章 其实呢 我们应该就这两个星期吧 几乎我们法师们 就是比较 在很紧凑的时间里头 是在种种的集会 开会 商讨 就是我们的国际佛光会 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要在线上召开 那这一次呢 要比去年 单一一天 那今年呢 是三天 那对我们美东时间呢 其实还有一点点小复杂 但是我觉得了 其实我们学佛的人 有一句话讲 逆来顺受 我有时候会觉得 这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的人呢 他会要挑比较轻松的 挑容易的 挑喜欢的 其实呢 真的有佛法的人 没有关系 你挑剩下的 就给我吧 就是会有那种 我刚刚用逆来顺受 这四个字来形容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师父的惨法 师父常常在 很忙碌的行程当中 他仍然可以一派悠闲 而且呢 那种气氛 有的时候 其实蛮紧张的时候呢 师父还会带动我们大家 真的是苦中作乐 就哎 这很有趣 就是跟着师父做事 明明是很 很比如说 那个行程如何 但是师父总能够 带动那种氛围 化解那种绷紧的状态 那我自己在 这个参与 参与这个 这个会员大会 我们有分组讨论 因为其实第一天 第三天 这都是 组场都是 在 在这个中华总会 来承办这一次的 这个世界大会 那么 就是 真是偏劳他们 很辛苦的 但是我们就是 第二天分组讨论 可是我们这一组 各位很难想象 一组里面 跨四大洲 多少国呢 我要把欧洲 所有国家念出来的话 十几国 就我们这一组 那当然这一组 还要再分 三十三组 这是某一组 是讲法文的 讲西班牙文的 讲葡萄牙文的 讲英文的 讲广东话的 普通话 就我们这一组 六种语言 那这个当然 中间的那种 环环相扣 这个衔接 考虑的越周到 到说在线上 出状况的 情况就会越少 那总是 每一次的参与 都是学习 但是在这样子的 时间 在这么 局限的时间里头 我总觉得 我们还是 熏习了一些 师傅的这种 很幽默 这种可以化解 这种 不管是那种 紧绷感 或者是说 那种张力太大的时候 真的 因为师傅的禅风 是风趣自然 这样 还是可以在这中间 游刃有余 总觉得 有佛法就是 绝对有办法的 那其实 世界大会的脚步将近 就这么一个星期了 那有参加的 这些菩萨们 应该都开始接到 有什么资讯 什么时候要上线测试 什么时候要确定 这个名称 自己参加 分到哪一组 进行分组讨论 开始要接到讯息了 希望您接到的时候 您不要觉得说 一个星期 没有关系的 其实 这样子 好过 哎呀 一两个月 然后让你慢慢去想 一个星期 我们就集中火力 集中这个精神 就专心把它 就是真的 你很投入当下 你很专注当下的时候 其他的那个 什么感觉 多余的那种情绪 负面的那些 来不及的 你就是很enjoy的 就是很愉快的 投入那个当下 专注于当下 那么在中间 就是一种学习 尤其每一组 都包含四大洲 我们这一组 欧洲 我们美东 当然是北美 然后还有南美洲 还有这个非洲 就刚果在家南非 像这样子 十几个国家 好几种语言 我觉得 在同一组分组里头 我们也可以 避中就轻说 哎呀 你自己国家 你自己协会 自己开 那就不用那么忙 但是呢 我们希望宁可 我们在作业分 这个在分配 调配上是很 很大工程 宁可是这样 也要让大家 真的是跟其他 不同国家的 佛光人 可以广结善缘 可以交流 可以学习 所以花蛮大功夫 去做这样子的 一个调配 那希望大家 你懂得欣赏 懂得珍惜 这样子结缘的机会 我想我们是 师父的土地 应该也要讯息 学习一下 这样子的常法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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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